拒绝吊坑 选绘绘本 认读这六个大奖 我是来自广州图书馆的馆员黄慧 不要再毕业选绘绘本了 拒绝吊坑 我们认准以下这六个大奖吧 一 国际安图生奖 他被称为儿童文学界的诺贝尔奖 一个作家一生只能获得一次 而曹文轩是获得这个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作家 二 凯迪克大奖 他被称为绘本界的奥斯卡 他的评奖标准注重绘本的艺术价值和创意 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引发另一个思考的空间 三 凯特格林纳威奖 他是英国儿童绘本界的最高奖项 英国图书馆协会为纪念19世纪伟大的童书插画家 凯特格林纳威女士于1955年设立该奖项 他的评选标准非常的严苛 所以获奖作品必须是精品中的精品 介绍完国际的 下面来介绍一下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奖项 首先是丰子凯图画书奖 它是第一个国际级的华文儿童图画书奖项 每两年评选一次 二 信仪图画书奖 它是中国台湾最具有指标性的儿童图画书奖项 三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以东方安徒生陈伯吹的名字命名 是中国运作时间最长 获奖作家最多的儿童文学奖项之一 收藏以上这六个大奖 不要再盲目的买绘本了